请问 什么是最高级的风水 现在啊 很多人都在找风水师看风水 但你知道这最高级的风水是什么吗 如果你掌握了这最高级风水的方法 那你这辈子做事都会很顺 说有一位有钱人啊 买了块地 盖好了别墅 这后院呢 有很多棵百年的栗枝树啊 他当初买这块地的时候 他看中的就是这些栗枝树 因为他的老婆喜欢吃荔枝 这装修期间啊 朋友都劝他 你找个风水先生看看吧 以免犯冲啊 原本不怎么信这套的有钱人 这次居然表示同意 赞同 于是呢 他专程去香港请了一位风水师来 这位风水师姓什么呢 师父姓德 德师父 这个人从事这一行有三十余年 在国内有很大的名气啊 说在火车站二人吃过午饭后 这有钱人开着车带着这风水师 就前往了自己的住宅 一路上啊 每当后头有车 要抄自己车的时候啊 有钱人呢 都是避让 风水师笑道 先生啊 开车是真稳当呀 有钱人哈哈一笑 要抄车的多半都是有急事的 可不能耽误了人家 不一会儿呢 车就开到了镇子上 街道变得呀 更狭窄了 有钱人是放慢了车速 一名小男孩嬉笑着 从巷子里面一下就冲了出来 有钱人脚踩刹车 慢慢的避开了 小男孩嬉笑着跑过去以后 他没有脚踩着油门继续前行 而是看着巷子口 似乎在等着什么 这风水师说 先生啊 你怎么就突然不走了呢 就在此时 你猜怎么着 又有一名小孩冲了出来 紧追着前面的那个小男孩 就赶紧跑呀 风水师这才知道 有钱人为什么不走了 很惊讶地问道 你怎么就知道 这后头还有小孩呢 有钱人微微一笑 师傅啊 您想呀 现在的小孩都是追追打打 嘻嘻闹闹 光是他一个人 他可不会笑得这么开心呢 风水师竖起了大拇指 笑道 您可真是个有心人呢 车子继续前行 就来到了自家的别墅 下车拿着钥匙准备开门 后院啊 突然飞起了七八只鸟 见状呢 有钱人就停在了门口 抱歉地向风水师说道 麻烦师傅 您呀 稍等一会儿 咱们呢 先不进去 风水师再次哑然呢 有什么事吗 有钱人笑着说道 后院啊 现在肯定有小孩 在偷摘我家的荔枝呢 我们现在贸然地进去 小孩自然惊慌 这万一掉下来啊 出了事 受了伤 那就不好了 先让他们摘一会儿 我们先在外面看一看 等他们摘完了呢 我们再进去 风水师沉默了片刻 说呀 您送我回火车站吧 这房子的风水啊 咱不用看了 这次轮到有钱人惊讶了 师傅啊 您何出此言呢 是的 先生 只要有您在的地方 那都是风水极地 百般算计 不如积德行善 处处刁难 不如与人结缘 其实啊 人的行为就是风水 没有格局 自私自利的人 他再怎么努力 勤奋奔波 也许只是徒劳 一个人啊 能否成大事 与他的才华和能力 或许无关 但跟一个人做事的 眼界和格局 肯定有关 因为自己的人品 才是这一切的根源呢 所以 您明白了吗 一个人的优秀品德 便是这世间 最高级的风水